潘达利亚 欢迎你 再会 火 它是最神奇的元素 它温暖我们 它烹煮我们的食物 它是让房子成为家的炉火 正确地使用它 火焰可以将铁塑造成建火 火 是用来改变的工具 很久以前 有一群游牧猎人在世界四处漫游 由于命运的捉弄 大爆炸 劈开艾兹拉斯大陆时 它们刚好在潘达利亚 这些流浪者发现 它们被困在螳螂荒原 一片荒芜而危险的土地 那些高贵的猎人 自己发现了生存之道 火 就是关键 它们把油从地底下抽上来 它们使用这些油让家里温暖 烹煮食物 并烧死敌人 它们越来越强大 从命运的火焰中 阳谷诞生了 它们在城墙的另一侧生活 因为除了自己 它们拒绝遵守任何法律 命运对阳谷很残酷嘛 这就像你会问 火是好还是坏 命运就像火焰 它可以塑造我们 也可以摧毁我们 火焰缕 火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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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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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